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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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块 纽约苹果专卖店外挤满一张张东方脸孔 共通点是他们全都说中文 不会说英文照样排队买iPhone 其实他们大多是中国黄牛派来的排队部队 要将中国尚未开卖最新最选的iPhone 6 以高价卖回中国 从中赚取利润 黄牛买iPhone全付现金 每人买两台 得手后再将热腾腾的iPhone 6 交给盘商汇集 以iPhone 6 美国空机价格649美元 折合台币约一万九千计算 在中国每卖出一台水货 扣掉成本可赚上一万两千多台币 难怪中国黄牛想尽办法也要抢爆 中国黄牛大军不只现身美国 邻近的日本也可看到他们的踪迹 甚至有人怕抢不到 直接在专卖店门外跟对手吵了起来 尽管有消息指出 8月底苹果就已备货数千万台新iPhone 准备迈向中国市场 但由于官方迟迟未批准 中国消费者只能向外发展 有专家就预测 在中国尚未正式开卖新iPhone前 还会有五百万台水货 透过走私进入中国 届时又要肥了黄牛口袋 三地新闻陈其慧综合报道 好 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 真的算是非常的奇妙 这个只要说让你买不到 你就偏偏非常想要买 就跟之前这个小米机的 这个机的行销有一点点雷同了 不过很多阴谋论的人就说 好像跟这次的中美的贸易大战 应该有一些关联性了 之前这个美国是针对了中国大陆 太阳能这颗这样的所谓的 这个高的税额 结果后来大陆好像开始这个报酬了 不管从汽车啦 甚至到现在iPhone6方面 是不是都是卷到了这波的贸易大战 还是其实我们真的想太多了光辉 只是一个苹果的政策也展开了所谓的 饥饿行销 没有 其实主要是说除了这个贸易大战以外 那另外一个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知道其实苹果的手机 在中国其实卖得相当的好 除了iPhone6以外 那包括连库克塔都说了 中国是一个让苹果他们的营收 大幅度成长的一个地区 所以很明显的 我当iPhone6出来的时候 势必在中国影响了极大的风潮 那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电信商 大部分都是属于国家背景的 那如果说假设我这些做手机的 比如像联想或者是华为这些 如果你手机卖到大陆来的时候 那势必我所推出的信息 可能有可能会挂掉 所以我们看得到 其实在5S的时候 在5S的时候 其实中国它有列入首发名单 包括像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 那甚至中国它都有列入 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教训 让中国知道说 哇 天啊 这iPhone 如果第一时间 让你来到这个地方来的话 这会出问题 那其实苹果想不想卖到中国呢 非常非常的想 因为它很早就申请了 那根据中国他们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流程 它申请总共有三张执照 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3C的执照 那第二个就是他们的一个网络的执照 接下来最后一关就是所谓的工信簿 工信簿要发一个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一个饮可 许可 你可以销售的一个执照 那结果偏偏都卡在这个地方 那记者也问啊 那你为什么不发呢 他也不是可否 就是说如果时间到了 如果可以发了 我们自然就会发 那似乎呢 有点在拖延 为什么 因为全球都已经在卖了 唯独中国没有 当时你5S可以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后来人家才讲说 那是不是中国在这方面呢 有一点怎么样 刻意保护它自己的一个手机产业 那你像说像包括他们自己的营运商 各位如果还有印象的话 其实在苹果还没有发表以前 其实中国营运商都已经把这个苹果的土 全部都贴出来了 那大家知道说苹果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它里面的功能是什么 等等这些大概八九不离十 都已经出来了 对啊 几乎确定他们 连价格啦 配套都出来了 对 几乎是他们确定是可以卖的 可是问题就是卡在工信部 那工信部就是说我偏偏就是有些东西 我可能不卖 所以我想这个就非常值得玩味了 那另外一个我们知道 其实中国的手机它的一个系统 跟一般的不太一样 那其实最近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一般我们常讲说什么 所谓3G 4G 这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可是中国你知道他们的这个 所用的一个所谓系统的 比如说中国来讲 那叫做 属于叫做TD 多一个TD就对了 以前叫做WCD 对 然后呢现在他们多了TD 那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是中国 他们独特的一个规格 换句话说他也希望 你全球的一个品牌 能够符合我中国进来的一个规格 那这个可以培养怎么样 中国未来在通讯产业里面 他们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展 那也是说我消费人口那么大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其实似乎啦 中国有意在延缓这个动作 那不过话说回来 最近真的就是 这个走私的非常猖獗 刚刚我们看到画面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 一堆黄状人 黄状大军 对 黄状大军 不过呢 这个最新 根据最新的消息 因为我们知道苹果一天 前三天卖一千万只 那中国最近包括在申俊 像在昨天 那也抓到走私 一次还拿这个 这150只 甚至还拿600只的 那这个也抓到了 不过 很奇妙的事情就是 其实你知道吗 苹果在中国大陆原本 它的价差不是只有 这个三四百块美金而已 它的价差最高 均说可以到达四倍 这么厉害 到达四倍 换句话说 可是你知道吗 最近有网友在讲 他讲说 我光买这个iPhone的水货 进来大陆卖赔产了 其中有一个人 他都三边赔掉了五十万人民币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的手机 就是这个手机 这个iPhone手机的价格 水货价格竟然掉速度很快 那几乎是一天 一千块在掉 人民币在掉 非常夸张 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个中国工信部 似乎亦有所指的 也就是说 我虽然挡了一下 但是还是开放 因为水货的价格 真的掉速度非常快 那这个就代表 可能中国也有可能 准备要开放 那其实在这里 我们再看一下 那除了说中国 刚提到的一些 可能政策心理问题以外 其实中国在这个iPhone 里面 在iPhone他没有首发 还有另外一个宣枪 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我们知道是NFC的支付的功能 那我们知道其实中国 因为他大 所以大他愿意 他可能想要主导这个行情 我们知道其实前几天 不是中国最大的这个电商 这个阿里巴巴 在全球造成一个狂潮 那我们知道阿里巴巴来讲 他不叫支付宝 那这个是属于在中国 里面算是特殊 产生的一个产业 可是iPhone所走的路线 属于比较正统的 所谓正统就是说 比较像比如说 所谓的信用卡 那信用卡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在线上 我交易的话 我通过我的信用卡 那我直接刷卡 那因为这是因为 信用的关系比较好 那大陆因为信用不好 所以他拖一个支付宝出来 那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会造成谁的压力呢 会造成这个 这个银联卡的压力 不然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次iPhone 他推出了这个支付 这个所谓的这个Apple Pay 这个东西 这些东西 就是包括像 美国印通 Visa 这些其实都签了 也就是说 我将来拿这个手机 我只要刷的话 就是手机等于信用卡了 对 我有结算 我有结算工程可以帮我结算 可是问题是银联卡 似乎好像还没有加入 那这个部分 可能就会影响到中国 他们的消费者 那是不是要求说 我银联卡 要给我加入这个 所谓的支付结算系统里面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是不是产生中国 在电商或者在电子消费方面 一个板块 一个大的变动 我想这个也是 为什么说 这次iPhone 6 跟iPhone 5S 等等不一样 为什么首发 在这一块iPhone 6 会被挡下来 我想诸多的原因告诉 因为iPhone在中国太流行了 那中国势必怎么样 延缓 看能不能保护自己的产业 好 就等于说 其实在中国大陆这次 某种程度上面 也有这个保护自家产业的味道 不管是面板 太阳能 现在包括了IC产业 现在就连包括了手机产业 中国大陆都有 复制了这个美国的精神 就是保护了自家的产业 尽力的扶植了 让它变得更强大 除了iPhone 6之外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 刚刚提到说 在消费者的这个产品当中 微软的SBOX 似乎也遭受到了波及 迟余之殃 原本预定说 在923号要来发布的 但是现在又传出说 有可能要延到了今年底 这个delay的原因是说了 这个发行流程 的确遇到了一些压力 说的还蛮笼统的 公司说法说 目前正在调整了 玩家的服务 网络遥产 有另外一种说法了 说这个游戏内容 还是需要审批 恐怕是在中国大陆那一块 对游戏内容方面 这个标准相对的 比较严格跟保守 不过还好的是 微软SBOX 目前被delay了 对不对 大家想到说 没关系 我还有PS4 是不是PS4 其实这个名声比 XBOX还要来得更好 对 相较于中国的消费者 对于iPhone6 内心的那种渴望 渴望到必须得 透过中国的公家部门 去浇一桶冷水下去 你们还不要那么急的去买 是是是 SBOX的这个微软SBOX 中国的自己的玩家 自己就已经选边站了 即使中国的一个商务部门 其实它开放的那SBOX 提早去上市 但是也许销售都不是那么好 其实我们有根据 之前有一个 网络的调查机构显示 就是中国目前的玩家中 就是每100个人里面 如果他想要买新款的游戏 最著名的其实就这两款游戏 一个是PS4 一个是XBOX 基本上PS4只有两个字 叫完胜XBOX 基本上它是压倒性的胜利 完胜 对完胜 就是100个玩家里面有高达 57%的比例的大陆的玩家 他们会选择那个PS4 一半以上都是玩PS4 对 那你看那个SBOX只有10% 好少喔 绿色这一块 这个比较完胜 这个叫什么叫做完胜 对 那另外一个大概33%还没有表态 那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这么悬殊的一个比例 是应该说我们看到PS4 跟这个所谓XBOX 它基本上是同一个 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 全球同步上市 他们强调的功能也都差不多 但是这段时间销售下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PS4从它开卖到目前为止 全球销售已经来到了1000万台 这1000万台的数量 连他们自己的Sony的总裁 吉田修品他都说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PS4 可以卖得这么好 那当然有一些国外的媒体 比如说富比斯他说 因为PS4卖得这么好 是赢在它的功能简单 或者是它的一些相对一些 比较精品化的那种产品的设计 但是我更直接的认为 PS4能够卖得这么好 最大的原因是XBOX太烂了 你看 你直进去看 在同一个时期 XBOX它的销售 竟然比去同期衰退了9成 所以PS4的热销 其实在另外一方面 其实是反映XBOX的一个销售的 一个不如预期的所致 那许多人都会很好奇 为什么PS4会热销 那当然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其实是XBOX它在之前的一些行销策略 出了一些错误 比如说它的产品的定价策略 比那个PS4贵了 比它竞争对手贵了100美元 另外它还甚至在禁止玩家 这个所谓的转卖 所谓的二手片 这个是XBOX 对这XBOX 甚至他们还强制要求一些主机 要强制上网 这些原本他们强制要求的规定 让许多的玩家心里非常的难受 其实它这一套有点在学Apple 就是你什么东西都是要用我自家的 但是它必须要有Apple 这样子的一种品牌的那种黏着度 才能做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今天PS4它的产品的价格比你还要低 那另外它的限制比较少的情况下 当然许多玩家都倒向了PS4 甚至在他们的销售比例中 其实他们连他们的总裁 吉田修平 他们自己都很意外 有些的消费者连PS3都没有买过 就直接买PS4 那个其实都是显示出 在这个过程中 在全球游戏机种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PS4几乎是完善XBOX 那这个完善XBOX的一个预期吸引 以后我们认为PS4 它还会持续的那个热销状况 还会再上升 是因为在今年年底到明年年底 其实Sony会推出几款游戏的大作 大家知道游戏机它要能够大卖 它必须得搭配一些 让人家玩家非常让人家期待的一些游戏 比如说今年年底的时候 今年年底 而2014年底 他们预计将会有两款游戏大作 一款叫做黑暗灵魂 另外一款叫做刺客教条 那2015年是原本 Sony原本预期PS4销售 会大量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年 是因为他们在明年会推出三款游戏 这三款游戏分别为最终梦想 王国之还有王国之星 还有另外一款是独占大作 独占大作叫做秘境冒险第四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在还没有这么强的那种游戏出现之前 PS4已经销售的这么好 那随着今年年底甚至到明年 它的一些相关的游戏游戏大作 在开始上线的时候 那当然就会刺激另外一波PS4的一个热销 好 就等于说其实某种程度上面 这个微软有点太高估了自家的产品 说希望能够复制一下 这个苹果这一套 说你这个弹性很低啦 你这个忠诚度一定要高 对Sbox一定要高 不能够使用了其他游戏 不能够使用了其他的规格 而没有想到 这一套放到了自家的公司 Sbox当中是完全失灵了 反倒是变成了方向错误 让这个PS4能够趁势而起的主要原因 我们就来看到说 如果PS4真的如此的热销之下 刚刚提到说在中美大战之下 到底有谁能够因此受惠 或许在PS4这块 真的能够分到了一杯羹 也是趁胜追击 我们就来看到说了 在经典PS4热销之后 有哪一些的概念股 现在投资朋友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了 包括了泰硕啦 以及包括了古松金国光 还有何硕 F连德跟军热片当中的建策 在个股方面就请中间来看一下 就六档里头了 如果真的要来投资 来抢赚一下这个游戏才 首选会是在谁的身上 好 当然 如果说以这个PS4销售热卖为前提之下 那么我觉得 我的首选会是在何硕上面 那其实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 为什么PS4的部分 它是这个销售上面会赢得这么多玩家的一个掌声 其实最主要讲的话 我想在代表座上面 我想它这个PS4相关的 content 软体的一个部分 其实代表座是比这个Xbox多很多 比如说像之前像是这个三国无双 那三国无双呢就一二三四五六七代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 三国无双再来就猛将传 猛将传来呢 三国玩不够 再玩战国 这日本战国时代也是一样 感觉宗正也是玩家 我是重度玩家 重度玩家 所以基本上它在这个代表座多的状态之下 其实它的接受度来讲的话 是比Xbox要好很多 所以你认为说它其实在游戏这一块 它打的是非常 content内这一块是非常的 它非常强 对 其实就好像苹果一样 好像苹果当时在强是什么 它的Apps非常强 它的Apple Store 这是大家非常 软体很强 对 软体很强 很丰富 我想PS大概就是在 应该是在游戏界当中的Apple 那种感觉 所以基本上我想PS4如果认为卖的话 我会认为当然目前看起来 以这个搭配大盘行情 包括它的获利能力上面来看的话 我会认为说有一些 像比如说像核硕 我选的是核硕的一个部分 那我觉得核硕就可以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留意 那么最主要讲的话 其实核硕最近是有涨 但是其实因为它量比较大 不是 股本比较大 股本比较大代表说 它就是算是像是这种航空母舰级的 对 所以在没有量的过程当中 当然它涨幅上面是比较不会这么惊人 可是相对而言 以核硕而言的话 它这个在PS4代工上面来讲的话 它是有得到这个代工的订单 所以基本上它的获利上面又很稳健 所以我想这个代工的部分 即便是毛三道士 但最起码它也是这个相对稳健的一个 所谓全职股的一个部分 那除此之外 除了这个PS4的组装之外 当然Apple它也是组装厂嘛 所以我想其实也核硕而言的话 我认为后续其实不只是PS4的题材 那么我想平盖的题材在发酵的时候 它也加减可以做一个所谓掩护的动作 所以我想在PS4热销的背后 我的首选是在这个核硕上面 那当然三大盘最近买最多的 应该也在核硕上面 好 这个核硕也是这个两边都沾了 除了这个PS4之外呢 在苹果这一块 它也算是第二大的这个代工厂商啦 这个题材面算是非常的多 除了这个核硕之外呢 还是要问一下是在光辉哥了 这光辉哥的话 首选会是在谁的身上呢 泰硕 泰硕 为什么 泰硕的话 那泰硕主要因为它是做散热片 其实它百分之六十是做散热片 那百分之四十的应收 来自于所谓的连接器的部分 那我们今天讲散热的部分 其实在散热的话呢 我们知道现在最近 我们走的所谓的这个 不管是行动装置 那像苹果或者等等 各位注意到 其实我们手机 其实现在越来越保 甚至连平板都越来越保 那其实这个 其实东西做保很简单 但是问题是 散热就很难了 我们拿一支手机也稍等 真的 我自己现在用手机 有这样的问题 像我现在连续上网 光一个手机我现在连续上网 这个金属即可气 但是有时候你真会觉得 它热到爆炸 那其实它热 我跟讲热还有一个问题 它很容易当机 而且耗电 对 那如果是这样 或怎么办呢 当然出了你的CPU的 这个效能要好一点以外 那另外一个辅助的 就是所谓的散热 对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是非常重要了 那所以另外一个 刚刚提到我们 游戏机 游戏机 比如说不管是S-BUS 或者PS4 一样 爬电动爬爬爬爬爬爬 他一种 我怎么当机呢 那个部分如果说散热不好 这纯正的状况 我们来比对 我其实简单讲 我们来比对就好 像前天波涨很凶的 不是叫超重吗 是啊 各位你看一下超重的股价 那真的是 应该是说在去年到今年 上半年这一块里面 其实它是标的最凶的一档股票 你看它的它的股价 你看而且目前还在高档 这样的停顿还蛮久的 主要的是什么呢 全球 不是说全球的 目前比较能够大量生产出来 而且是非常非常 我刚刚讲 我们手机要越来越保 我们的行动中间越来越保 能够做到很薄很薄 很薄的散热晶片 除了超重以外 另外一家就叫做太硕 对 所以我们看得到 我们给它的一个展望 其实是给它四颗星 那可是问题是 安全性 安全性 我只给它三颗星 道理是这样 就是说 因为本身它的本益比比较高 它上半年 它只赚多少 1.1 那股价呢 这个四十几块 他好像用它的一个本益比来讲的话 似乎比较高一点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它我们在操作上的话 各位要注意到 它一个股价的一个变化 如果说在爆量 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 你要懂得 它还是必须要做一个风险的控制 因为毕竟它是一个 算是一个明星的一个产业 明星的一个 一个关键零组件 但是问题是 如果说整个一个成交量 来到扩大的话 那代表那筹码是有问题的 所以想这个地方 也跟大家这样做一个报告 那另外一个还更好玩的是这样子 泰塑 我说它为什么 它跟操作还有一个地方 不太一样的地方 哪里 就是所谓的 刚刚不是提到 百分之四十用什么 连接器 那这个连接器 它特别在哪里呢 比如我举个例子 一般我们常讲 连接器好像就是一般的插头插电 对不对 可是它的连接器 有一个地方 各位可能没有想过 我们手机里面不是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孔吗 就是那个插耳机的孔 你知道这个除了插耳机以外 还可以插什么东西呢 还可以插一个叫做拉卡拉刷卡机 这个很难想象 这个可以插刷卡机 对对对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说引用NFC的刷卡机类似吗 它不是不一样 我们NFC是 它是一个晶片 对不对 好那我现在可能放 我感应式 就好了嘛 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知道 在中国大陆跟台湾不太一样 我们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卡片 不是所谓的晶片卡吗 那我们晶片卡的话不是一个一个小小的金色的晶片 对对 可是中国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拿晶片卡 我今天到Seven 我今天到便利商店 我随便可能要钱嘛 楼下就有有这个提款机嘛 我要转账 楼下就有提款机等等 那自己都很方便对不对 可是中国大陆没有耶 中国大陆你要找一个提款机 搞不好你要走多远都不知道 好 那另外一个中国大陆 他们还是一般我们传统所谓的黑色磁条 但是卡里面有黑色磁条也有没有 那个卡 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把一个一个所谓拉卡拉的刷卡机 就是说它插在我们这个这个插孔这里 它会有一个正方形 跟我们去加油 在刷卡那个 刷卡那个 只是他们把它缩小板而已 那个刷卡 那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消费了 这个是另类的什么呢 叫做行动师傅 NFG是一种行动师傅 它的把它插在的地方刷卡呢 它也是一种另外另一个行动师傅 那这个在中国大陆其实还蛮流行的 好 那其实泰塑呢 它做的就是这方面的连接器 所以它是有点 算是很特殊的一种产品 那其实它还获得到中国大陆的一个采用 那我们知道 如果说今天 我们说一个中国人跳起来没什么感觉 但是13亿的中国人跳起来可能会地震 对就是这个概念 那所以我说泰塑它能够做到的东西 它能够掌握到中国大陆的银行的一个支持的话 那就不懂小叙了 所以我们给它的一个爆发力呢 还是有四颗星 是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就来看到说 这个泰塑是做这个散热器 提到说这个游戏电脑 这个散热弹是非常重要 之前曾经访问过一个 做这个比特币的这个玩家 因为比特币要用这个电脑去挖矿嘛 他说他一次最多买了九台电脑 然后放满了整个房间当中 还开了冷气 而且还开了电风扇 完全都是给机器来吹 因为他们这个CPU太高了 所以跑的速度要很快 所以非常非常的热 必须有非常强大的散热功能 还是要问一下 就是在这个庆楼 建策方面是做所谓的均热片 大家会想说 这个做的是跟 是不是有点雷同 刚才伟廷有提到说 其实除了在冷气 除了那个电脑里面要加放冷气之外 它上面还要放一包乖乖 对 要那个电脑乖乖的 不要当机 一般台湾的一般伺服器的工程师 都喜欢放一包 现在不然要放五香的 放一只口味的才能抗荡下来这样子 那我们谈到整个散热片或均热片 如果在游戏产业来讲 其实建策的地位就好比 晶圆代工的台积电 因为全球每十台的游戏机中 就有超过五台里面使用的均热片 散热片都是来自建策所提供的 所以不管我们看到 Sony跟微软两个军火 应该就两家游戏厂商在那边打来打去的时候 他们最后还是要跟建策来拿所谓的散热片 甚至日本的另外一家游戏厂商 那个任天堂 他基本上也是跟建策拿所谓的散热片 那这个其实是在建策 他所属的一个产业的龙头地位 所以当整个游戏开始热卖的过程中 的确会造成他营运的一个水涨船高 但是我不认为这个游戏产业人 对建策他能有多大的效益 毕竟全球一年我们刚才所讲的PS4 他再怎么热销 一年也顶 再怎么热销也只有一千万台 真正要热销的产品 要能用在四绘型手机 能用在平板电脑 这个量才会大 量一大了之后 他未来的成长性才会成长 所以我们在看建策 其实我一直比较focus在他的未来的展望性 这未来的展望性 其实就必须得去拆解PS4的供应链 我们过去我们去了解 为什么PS4它在上市之后 会造成全球热卖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因为它里面采用了叫超微的AMD的里面的一个处理器 这超微的处理器 他们结合了CPU跟GPU 来做了一个所谓加速处理器 叫APU 那这个其实它超微的一个所谓的技术的突破 已经突破传统 Intel无法突破的技术 所以他们预估接下来 他们除了在游戏产业中 可以导入他们AMD的所谓的处理晶片之外 他们接下来会进入到智慧型手机 进入到平板电脑 那建策在2013年开始 跟超微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 所以未来随着AMD 它能够跨入到手机 跨入到平板之后 那建策的整个所谓的产品的延伸性度 也会出现在这个块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会导致这家公司未来的营运 有一些比较让人家值得期待的空间 好 除了继续这个游戏个股之外 果然会来我们继续来看到 还是聚焦是在手机股的身上 尤其落在台湾品牌宏达电的身上 很多人关心这档个股了 以及包括是在宏达电概念股 最近宏达电好像在台湾这块 评价是越来越高 品牌价值逐渐的开始回温 在宏达是不是能够绝地大反攻呢 我们稍微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年有一天 你许下心愿 为未来 为新的人生 为坚持到底的理想 摩根用心灌溉你的投资 期待心愿被实现 投资找对人 只达你心愿 摩根基金百年用心 投资大三元 多元资产 多元收益 多元必叠 让你越越都精彩 摩根多元入席成长基金 10月1日 强势登场 投资一定有风险 基金投资有赚有赔 深厚钱影响乐公开说明书 10月1号到31号 国际石雕艺术祭 在花莲隆重登场 花莲诚挚的欢迎您